而如果第五例外打疫苗之后 猝死的个案呢 在昨天还有到今天 在台南跟屏东又各自多了一个人 台南这个个案呢是95岁 他平常是一个人住也没有慢性病史 17号的时候打疫苗 但是就在20号的时候死亡 还有另外一个个案呢 也是需要关注是屏东 90几岁这个老先生 他是患有阿兹海默症的 然后呢他在接种疫苗之后 就在昨天失去了生命迹象 好这两个个案呢 要提醒您特别注意 接下来我们也在持续的掌握 还有没有各地因为打疫苗 而猝死的状况 但即便是如此 各地接种疫苗的脚步都不能停 尤其是要帮忙协调打疫苗 还有不少防疫工作的基层里长 现在也列入了打疫苗的对象当中 台中日前抢先开放了 1万多名的领长前往接种疫苗 台南也跟进了 现在要针对有传出疫情地区 9600名的领长 这波预计有1300个人可以来打 疫情期间基层领长站第一线 防疫宣导工作没少过 因此台中日前抢先开放 前往接种疫苗 现在台南也跟进 名单出炉 目前将针对传出确诊案例地区 包含雪甲 西港 白河等都能先行接种 好消息传出后不少人感到开心 认为自身安全受到保障 帮忙从事疫苗 这个就符合第二类跟第三类的 不过台南和屏东又各传出 一例长辈接种死亡案例 台南这位95岁独居老父没有慢性病史 但接种疫苗后 20号被发现趴在浴缸 越讲越激动情绪控制不了 眼泪掉了下来 因为九十三岁患有阿兹海默症的父亲 接种疫苗后隔天发售到三十八度 二十号进食完下午就失去 生命迹象 究竟这两起死亡案例 是否和疫苗有关 还得再进一步调查 但家属只希望中央地方能重视 别再让悲剧重新上演 华视新闻台南屏东综合报导